Hello my friend 今天呢我們要畫一個裝飾 reverse eyeliner look 就是反轉眼線 這個會是一個非常powerful 的一個妝容 我很期待我希望畫出一種 很有力量的那種 貴婦感覺就像那個 就像那個卡塔爾的那個母后 卡塔爾的那個女王的那個 那個look差不多的那種感覺 OK my friend 我們現在做一個保濕 我們先把眼妝畫一下然後我眼妝畫了之後再畫底妝 為了保持這個底妝那個乾淨先把眉毛 梳一下然後用一個定型膏 然後把眉毛給定一下 這個眉毛就是每一個細節看上去 就是你的五官整個妝容 每個地方看上去都非常的堅定 非常的有自信非常的powerful 可以把這個眉毛再補一下 用一個眉粉把你的尾部呢 再弄得intense一點再弄得 顏色再濃密一點 尾巴的地方 然後用一支遮瑕筆這把眉毛修一下 我覺得前面太粗了 可以稍微細一點 譬如說在這個地方 要突出它的眉骨 上了一點 現在我們就開始畫特別重要的一步 就是眼妝 那麼眼妝用的顏色是這一塊 卡茲蘭的這個眼影粉 我覺得真的是好好看喔這支 首先我們找這非常蓬鬆的刷子 蘸去這個最淺的顏色 愛壓你的眼部 然後給整個眼睛消耀肿 這個顏色真是超好用這一盤 不要忘記這個鼻影這一塊 你可以給它上一支 我就是剛上這一個顏色 我就覺得這個眼睛就已經非常棒了 它這個粉這個顏色調得賊好 我覺得卡茲蘭真的是 不愧你是老大姐啊真的是 太好用了 然後就是我加重了這個鼻子中間的這個陰影 然後需要把這邊挑 再提亮一下 然後做一個就是腳的這個結段這樣子 OK接下來再鋪我最喜歡的這個顏色 綠色 掃一掃的就好 OK 接下來我們就要畫眼 下眼線 最重要的部分啊 需要一支細的眼線膠筆 然後把上面上面的眼線呢 只要填唇厚部分就可以了 只要用來調整眼型就可以了 但是下面的眼線呢 這是要塗滿的 眼線膠筆特別的軟 把你內眼線 內眼線 再把你的下眼線的時候 再用這個綠色給它蓋一蓋 然後你還需要把這個後 這個邊緣呢 再用你的那個粉色 那個黃色再給它暈一下 因為這個眼線特別重 你如果不是給它過度自然的話 就會看起來不好看 OK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啊 然後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primer 就是比較 會比較無瑕 比較堵毛孔的一個primer 然後今天我們會用粉條 就比較厚的一個look 比較厚的一個底妝 我希望這個妝比較重一點 然後比較無瑕一點 還有這次的假睛毛沒有很誇張 就是在眼尾上面加了三醋吧 就是眼尾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不想它眼睛的上半部分太誇張 然後我想它的重量還是放在眼下的地方 所以它上這個底粉條 這個粉條呢 先放在手心裡面給它塗 然後給它霧熱 然後再用粉底刷沾去 從你皮最厚的地方開始 然後搓搓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粉條的這個效果 就是非常的遮瑕 然後我們在面部中的地方 我覺得這裡有點那個勾嚇 然後還有這個地方 這個一個contour的刷子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剛剛我們的遮瑕 已經把這個臉的輪廓 就已經我覺得體的還不錯 但是就是 所以這個稍微少一點 塞紅用這個顏色 就是非常非常修容的一個顏色 但是我覺得我可能會畫的比較重 待會用個大刷給它掃開就好 接下來我們把這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但是我看著哪裡很奇怪 我鼻子鼻影還沒夠 我這個眼妝還沒有一點點那個 還差一點點那個奢華的感覺 所以呢我再要加上這個glitter 我試了好多唇 我都覺得特別不合適這個顏色 我覺得把那個唇色讓低一點 就用這支駝子好了 就用這支into your了 加一支這個 OK 妝髮都OK了 然後把這個頭髮梳一下 OK朋友們 今天呢我覺得這個妝容呢 這個look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這個 非常誇張的大 有力量感的大耳鼎 今天比較適合這一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高頂衫配這個項鍊的時候是最好看的 這個項鍊都在我的那個小公主店 配上這條支黑色的耳釘 哇 好時髦喔 好時髦好精緻 我的媽啊 好好看喔 OK OK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一個造型 雖然我現在沒錢 但是我一直有個很遠大的指標 就是希望你 有一天能變成一個富婆 我覺得我年紀到了 我又差錢了 OK my friend 那是它 我希望你喜歡的 謝謝觀看 拜 拜 拜